大家早上平安 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 我们都知道圣诞是告诉我们 神子耶稣基督 他已到成肉身 来到世上 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不再犯罪 同时除灭魔鬼的作为 通过他为我们受死 以至当我们犯罪时 有一个挽回祭 就是祈祷的祈祷 将神的愤怒挪去 那么这对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含义呢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有三种美好的含义 作为上帝送给我们的圣诞礼物了 那是什么礼物呢 第一个礼物就是一个 明确的生活目标 从消极来说 就是不要犯罪了 它意味着我们一个 明确的生活目标了 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告诉我们 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宗宝 就是那义者 耶稣基督 各位 如果你问我 神能不能给我们 积极的生活目标 而非消极呢 可以的 那答案 那是归纳在 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 他将约翰整封信 所要求的 做了一个很棒的总结 他说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 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在这里 神的命令 就是相信 耶稣和爱人了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人若靠自己 靠世界 爱的是自我 是世界的话 必会带来许多的惧怕 和思虑仇烦 上帝是知道 人不能摆脱靠自己 自我的罪性 所以才赐下基督 给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总结 就是信靠耶稣和爱人 信靠耶稣 爱人 才能给我们 自由和满足的人生 这是第一件礼物 一个生活的目标了 那第二件礼物呢 就是我们的失败 将会得饶恕的盼望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那现在 让我们思想 基督来围绕除灭魔鬼的作为 和饶恕了我们的罪 这双总事实的第二个含义 就是 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失败软弱 会被饶恕时 将使我们在克服罪上有进展 如果你没有 神会饶恕你的罪的盼望 那么 当你开始与罪搏斗时 你便会放弃 放纵肉体了 那在你们中间 有很多人正思考 在新的一年里 要做一些的改变 为什么要做改变呢 可能是因为 你已经陷入罪恶的模式 而想要脱离它 可能你想要有 新的服饰的模式 新的关系的模式 新的家庭生活的模式 新的养育孩子的模式 新的睡眠和运动的模式 新的勇于做见证的模式等等 但是 你可能会有挣扎 心里会想 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 到底会不会改变呢 那么 这里 耶稣的诞生 送给我们第二件礼物 就是 基督来不仅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我们的犯罪 祂来 也是要在当我们与罪搏斗失败时 做我们的宗宝了 要知道 信仰生活的开始 最大的祝福 就是得着这一位宗宝 借着耶稣 我们能与神和好 在和好之中 使我们在软弱与试探中 主的爱做我们的体恤和连续者 在任何的问题中 主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了 这就是 主耶稣为何降世为人的理由 也是今日如何在我们中间活着了 若没有基督做我们的宗宝 我们必会被黑暗吞吃掉了 那今天 若你在罪恶痛苦中 你要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 先得怜悯 与祂和好 祂要做你的宗宝来连续你 单单你我的软弱 痛苦与死亡 而不是要来审判你 但是你要小心 如果你将神的恩典 当作是许可证 说如果我可以软弱失败 而且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那么何苦要征战呢 若你这样想的话 不要被欺骗 这是叫你继续犯罪的话来的 结果怎么会从罪得自由呢 然而 你若真的想要在你生命中的罪恶征战 神在这里想让你知道 你有一位宗宝 耶稣基督 因此我恳求你 让失败带给你征战的盼望 那最后基督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和饶恕我们的罪 这双种事实的第三个含义 就是基督真的会在征战中帮助我们的 祂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祂来到世上 除灭罪不是为了好玩 而是因为罪是致命的 罪是魔鬼欺满的工作 如果我们不抵挡的话 祂会毁灭我们的身心灵 所以基督来是为了帮助我们 而不是伤害我们 就如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各位这就是圣诞的含义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三件圣诞礼物 基督会帮助你胜过你里面的罪 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 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了 那耶稣今天活着是万能的 接着信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必会帮助我们 而不是抵挡我们 祂会帮助你 所以让我们信靠祂吧